所以那個修正記得,可能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在記不起來你可以看雲端上面 這個實際上就是常常會用到的 因為你的資料的數量不見得一定在那邊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不是每一次都是第40嗎 所以你可以用Ctrl向下 那至於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A1 我可以放A2嗎? 其實在這裡Ctrl向下,一樣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改成Range A2也是OK的 那可是會有一點,特別注意常常同學遇到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從B開始向下 也可以啦,B1也可以 那為什麼不從B 理論上因為A欄理論上都是資料表裡面的ID 就是Key的位置 Key的話有一個地方特點就是一定不會沒有資料 所以你追蹤,追蹤最怕這個地方空的 那如果你假設A1Ctrl向下會得到什麼? 得到它如果不連續的話 那就不成為一個範圍 所以Range是範圍喔,OK? 所以也就是說呢,你要追蹤,你要確認一件事情 你這個地方中間絕對不能斷開來 斷開來就不會Range啦 所以一定要連續的 所以理論上追蹤我會用A欄 因為A通常是資料表裡面會有編號的地方 有編號絕對不可能是空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特性有了,我們就很容易追蹤到對的地方了 大概是這個概念喔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它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這個是一個名詞嘛 然後這個是一個動作 然後這個是得到的結果 所以等於是有點是連續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以把它拆成兩行 也可以啦 可是我講過啦 如果可以寫一行,我幹嘛要寫兩行? 因為你可以向下追蹤之後得到的列嘛 所以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記下來 這個比較特別是有兩個點 大概知道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是要繪製什麼? 繪製...我剛剛提到這個 美元折線圖 有沒有? 點下去得到這個 然後再來就... 折線圖人民幣 在這...我把它刪掉啦 所以這個做出來再換人民幣 然後位置我希望放在這裡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啦 你說老師,我不會寫那個怎麼辦? 其實如果你不會寫 你先不用管放哪裡 多寬多高 你就先產生那一個兩行層次就好了 其實還蠻簡單 我覺得錄製劇集真的太好用了 因為你不會寫 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然後日期跟美元嘛 Ctrl-Ship向下 選到底 所以Ctrl-Ship向下 多一個Ship是選取 有沒有? 所以有按Ship就是多一個選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錄製好了 錄製劇集 因為我假設啦 我要把它... 插入一個什麼呢? 折線圖上去 這個含有標 它會產生對不對? 可是我不會寫這個程式 其實我只是想要知道 這個背後的程式怎麼寫 所以呢,我就接下來錄 錄的方法啦,你就先彩排啦 我就不彩排了,我直接來錄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錄製劇集 然後給一個名稱吧 也許叫折線圖 美元好了 然後把剛剛的動作記一下 它就會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OK,好 確定也沒有啦 按確定 如果有把它蓋過去 如果沒有的話就開始 所以開始做 然後因為已經選了 所以我就直接插入 然後這邊有一個折線圖嘛 然後選... 還有標記的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然後點它一下 好,這樣OK了 那你說老師那個位置 跟大小要不要管 因為喔,我們前面錄過有沒有 位置跟大小 你會發現它錄一堆 但不能用 所以你乾脆位置跟大小 不管 我只要如何插入這個圖的樣式 跟它的來源給我 所以它應該會幫你錄兩行 好,我們來看一下 停止錄製 停止喔 所以喔 這個比較特殊是 把範圍先選起來 直接錄製 再插入這個折線圖 好,停掉喔 然後來看一下剛剛錄的 那個叫折線圖美元這邊有沒有 然後按編輯一下 理論上它會幫我放在這個 這個module3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呢 這個把它刪掉 OK 那你會發現上面這裡 這些註解嘛 對不對,deleted掉 所以你會發現 欸,錄下來只有兩行 對,就這兩行 而且好像似乘相似 有沒有看到 就是在目前的工作表 叫active shift 目前的工作表裡面呢 這個sharp 這個圖 裡面幫我呢 增加 adchar 增加一個圖 那圖的樣式是這樣 332跟Xline這個應該是有點的折線圖 那問題你說 老師可是我希望這個美元折線圖不要放這裡 幫我放哪裡呢? 放在我剛剛指定的位置 這個把它刪掉好了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有沒有 瓜糊裡面再增加四個參數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才講的 所以豆點 放哪裡呢? 放M1 所以前兩個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放在M1這個 所以你就指定跟他講說 我的M1的Labs這一條線 跟M1的Top這一條線 所以你前兩行就是先指定坐標 坐標的話就是 所以你這樣Range 這個Range滿重要的物件 你可能一定要還是要記一下 然後在M1 你跟他講我要在M1的Top 記得一定是先 不,跟這樣應該是Labs 先水平的,左邊的這一條線 豆點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他的 所以這個拖欄一下 拿這個來複製 Range M1的Top Top,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做完啦 你其實可以執行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M1 看一下M1 有了有沒有 位置是對的 但是寬跟高不OK 所以寬的話 假設是要到V這裡 10欄 那高的話是10列的話 那我把它再刪掉 所以呢 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兩個參數 就是看跟M1一樣寬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一樣 在這個點Top後面再加豆點 然後寬的話呢 就是用M1點Whees 乘上10就可以了 M1點 後面記得 點下去之後 加一個Whees WiDth 乘上10 那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儲存格 的寬度喔 然後我要10倍 10個儲存格的寬 豆點 再來就高 所以先寬再高 然後呢 再來的話 一樣 豆點 然後range M1點什麼 高的話是height 那一樣是10列嘛 乘上10 好 這樣OK了 所以呢 其實我們 好像也沒有特別寫什麼啦 其實只是說 先把範圍選起來之後 然後錄製聚集 並且修改 加了四個參數 先 這個是Labs 然後Tab 然後再是他Whees Whees乘以10 然後再height乘以10 最後執行看看 OK 看一下 OK了耶 有沒有 Whees OK了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 你說 老師那那個人民幣怎麼辦 人民幣那就再選啊 可是問題人民幣 跟各位講 其實你錄製好一個之後 你下一個應該就不需要 再重新錄製 因為其實拿這個來 複製 貼到這邊來 比如說折線圖 人民幣好了 因為下一個欄位就人民幣啦 是不是 我看一下 下一個應該就是 對 人民幣對新台幣嘛 所以呢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名稱叫 每元改成人民幣 然後有哪些要改 第一個 我的位置 就是要放在下面這裡 所以其實應該就是把M1改M11嘛 然後寬跟高其實不用改 因為反正一樣大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現在執行 理論上應該就會有一個人民幣出現 但是問題現在還是 是美元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底下這一行還沒改 底下的話是什麼 Sets Source Data 那我們的資料是在這個工作表2有沒有 裡面的 清探號碼 A1到B40 但問題 如果你現在把它改成C 好了 比如說改成C好了 C40 可是問題不對啊 這邊的話呢 顯然會 多了B欄 有沒有 這個如果冒號的話 指的是連續範圍 所以跟各位講 這邊的話 你要想辦法讓它切開來 就是說變成可能 這邊其實應該可以 分成兩個範圍來處理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樣 我看一下 執行應該不會是正確 它變成錯了 因為它變 有美元又有那個人民幣 然後匯率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說做出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怎麼讓它產生 OK 那我把重點回1 先把範圍 如果錄字聚集先之前 先把這個先選完 然後插入這邊這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用開發留言錄起來了 錄起來之後改了四個地方 OK應該記得 我是建議啦 這四個地方 建議是可能要稍微記 因為不難記 因為前兩個是它的坐標 所以這個Labs 跟Top 那後面這個是它的寬 這是寬 那這是高 OK 如果假設忘記的話 你可以參考上個禮拜的東西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然後再拍一張 然後來看 再拍一張 我們來看 看一下 谢谢观看